举字说房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这一期的城市访谈我们来到尔湾 城市是新的城市啊 但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之前来过 是戴笠 戴笠以前给我们介绍过盐湖城 他现在他跟我说 前一段给我联系说 举字姐我搬到尔湾了 我大概介绍一下戴笠的情况 戴笠是一个很资深的房产总监 他在2021年把一份 他整个总共过户了是七个过户 是在他们公司是最高的成交记录啊 是那个排名第一的 然后他的团队在过去三年 整个销售业绩是卖了上亿美元价值的房产 那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访谈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戴笠 好谢谢你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又在姐姐的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现在是生活在洛杉矶尔湾的地产经纪戴笠 好的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 主要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搬家了 我们为什么选择尔湾这个城市呢 我们在尤塔生活了八年多之前 那个视频大家也可以关注 那边我分享了很多关于尤塔的生活地产资讯 尤塔很好 但是我们为什么又选择尤塔尔湾呢 是综合我们现在家庭的这个发展需要 主要是自从我们有了小孩之后吧 为了孩子想让孩子是获得一个很好的教育 以及我们自身生活一个更加气候宜人的城市 包括我自身是做房产经纪 也希望找到一个当然那个城市 它未来的房产也要发展的很好的 那么一个城市 综合各方面考虑 我们考虑了东海岸西海岸 最后我们选择选定的了尔湾 很多人都称尔湾是理想之城 大家选择生活最为理想的城市 那我就总结了一下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感受 以及大家对这个尔湾这个城市的这个图片认知 那么总结下来就七大理由 接下来我们会一一跟大家分享 那么说到一个城市 我们就要肯定要聊到这个尔湾 它的整体规划跟发展 因为尔湾非常特殊 它就是一个非常新 非常有规划的一个城市 那我们说到尔湾 我们就要说到尔湾的这个由来 它就是从1965年尔湾大学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收起 那么1965年呢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出资一美金 就从尔湾Company 购置了一大块土地 四平方公里 然后加上加州政府 免费捐赠了两平方公里 一共六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面积 用于建造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可以说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起 尔湾就开始同飞了 当时呢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是聘请了 非常著名的这个设计师威廉 他们是打造了一个 想在那个以加州大学尔湾大学分校 UCI这个地方 打造一个大学城 从大学区 然后扩展到工业区 商业区 休闲区 一个5万左右人口的一个城市 后来随着这个发展 然后那个UCI这个设计师威廉 跟尔湾当地公司的规划者 他们共同呢又设计了一个更大的篮区 叫什么 叫一个城市生活区 然后就觉得不仅仅要一个大学区 因为大学区就开始呈现齿轮状的外发展 那么后来的社区呢 也是规划一个新区 大家看到最后 那么社区中 每个社区都需要有自己的学校 商店 教堂 以及配套的公园 这个 这一个月的新区 就构建成了 现在我们看到了尔湾 那么说完了这个尔湾的这个由来之后 我们就说一下发展 那么尔湾的发展 就离不开尔湾的这个人口 我们看现在尔湾发展到至今 已经将近有30万的人口 人口也一直 大家看这个曲线嘛 一直处于上升状态 从2010年至今这十来年期间 尔湾的人口上升了40.67% 可见越来越多的人 他们搬来了尔湾 那是什么样的人搬来尔湾呢 我们看一下最右边的这个年龄增布 我们可以看到 超过年龄65岁以上的人 只占这个尔湾总人口的10% 那么年龄在55到64之间的 这个人口占比是9.9 也就是说这里就差不多有20%吧 剩余的80%的人口 是在54以下到 这个的年龄分布 那么尔湾的一个平均年龄 现在的岁数在33 可见尔湾的人口是一个 非常年轻化的一个城市 而且是以 这个年轻人都是在拼搏 在上进 带动尔湾发展的人口 非常优质的人口 跟非常优质的一个年龄阶段 然后我们接着看 那么除了这些人口的 这个总人数 还有这个年龄分布之后 那么是什么样的 种族的人在尔湾呢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样的话 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种族的 但总体来说 亚裔跟白人 占据了尔湾的 80%多的人口 所以说 在这里生活的亚裔 其实是很有华语权的 在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 包括后面我们提到的警察 都配备这个华语翻译 所以在这边的尔湾华人生活呀 教育呀 配套啊 还是很便利的 然后我们去看 刚才我们就介绍了尔湾的第一点 就是它这个城市规划 是我们选的第一个理由 那第二个理由就是 位置 位置 就跟我们给客人选房 买房一样 那什么最重要 位置最重要 那我们都看到 右边那个地图 尔湾那个城市 我们看一下 它北边 它整个尔湾是位于 这个加州的城县 非常有名的 北边它是位于盛海安纳 南靠太平洋 拥有这个背山面海的地理位置 非常优越地理位置 从整个尔湾 不管是从南部近一点 还是从北边开过来 到那个新港 还有Laguna Beach 这些世界级的海滨度假城市 只需要10到20分钟 非常便利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尔湾境内的 这几条高速公路 完善的城市规划 它有非常发达的 这个交通系统 从405 5号 73等多条高速公路 经过尔湾 就构成了非常出色的运输系统 然后西边 它还有一个叫 周温宇机场 是非常地区性的商业机场 它提供通向全美 20多个城市的直达航班 那么正是这些 完善便利的交通系统 是整个这个尔湾城市 经济高效的运作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这是我们选择尔湾的 第二大理由 然后我们先看 刚才提到了孩子 第三大理由 就是优质的教育 那么高速的人才 年轻的这个发展力 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 那么尔湾市呢 大部分的这个地区的学区 都属于尔湾联合学区 那么该学区呢 自成立以来 就一直表现优异的成绩 它在加州 乃至全美国的各项评分中呢 都连名列前茅 并且尔湾市 非常注重这个公立学校的这个支持 每年都有几亿美元的财政拨华 直接都间接地用于这个公立学校 然后我们看下面的尔湾这个统计 96.6%的这个居民中 都有高中毕业 将近70%的居民 都接受过高等教育 可现在在生活在尔湾的人民 这个素质教育还是很高的 那么尔湾总体来说 学区都很好 大家如果稍微有所观众的话 普遍都是八分九分 甚至十分的学区 那么尔湾的学区分布又是怎么样的 整体来看 我们看这个颜色 都是紫色越深 它学区越好 是最好的 总体来说都是大紫色 放映过去 那么最好的呢 就是在南边 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 尔湾最早的就是从UCM UCM就是位于尔湾的南部 那建立起来呢 慢慢推过来 然后这个也可以作为您之后 如果说为孩子考虑这个学校 的话一个参考 我们现在是给大家一个 对尔湾的整体概念 然后我们继续看 尔湾的这个公立学校 我们刚才说的很好 它要多好呢 我们给看一下尔湾 那个公立学校的测试分数 它是尔湾跟这个加州来比较的 不论是从这个读数学的读和数学方面 还是从读和数学分别来看 紫色代表这个尔湾地区 紫色这块都远远高于加州的平均水平 所以尔湾是一个很特殊的城市 是加州非常优质的一个城市 然后说完了整体来说 我们再说尔湾是那个高中嘛 尔湾的公立高中呢 因为我五所在下面也标出了 一个是University High 尔湾 High 北木 Northwood 还有 Woodbridge 这五所高中里边 曾经University High呢 一直多年是名列第一 然后现在的Portola High呢 是最早早建立的 那么Portola High是尔湾政府 赤资三亿美金 打造了一个全新的 现代化的教学设施 并且他聘请了 之前我们提到的University High 常年排名第一的学校的 前任校长来认知 这个校长就很厉害了 他带来了很多优质的 这个老师资源 现在在全力的打造Portola High 因为他很新 所以评分呢 还不是很准确 那现在University High 还有北木高中 可以说差不多就并列 尔湾第一吧 但是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Portola High将也会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高中 那么说完了高中 我们看一下尔湾的这个 大学教育资源 尔湾有包括 最开始我们说到的UCI 以及康科迪亚大学 那么UCI呢 在2018年 是被评为最好的 公立大学的第九位 那么全美最好大学第42位 并且呢 他还有那个 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 在物理方面 在全美排名第8名 生命科学排名第12名 并且UCI还有三名 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那么这些学校呢 不仅批用了大量的 这个顶尖的教职人才 他吸引了不少的 企业来尔湾投资 那么随着企业入住尔湾 他们跟大学之间 彼此依托研究创新呢 然后呢 市场形成了一个 良性的循环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复合增长 促进尔湾的这个更好的 生产力跟财富的扩大 那么不论是从小学到大学 尔湾都拥有优质的资源 那么说完了那么多公立学校之后 尔湾除了从公立到私立 都有入住的资源 尔湾以及尔湾周边 都有丰富的私立学校资源 首先这个私立学校的好在哪里 它可以接收国际学生 也就是说如果您从中国 或者从其他国家 外中过来的话 都是可以接收申请的 那么其次呢 那么私立学校的这个 各方面的规定呢 会比公立学校更加严格 那么师生比例呢 也会更低 这也是很多人选择 私立标准一之一 因为他们都是家长 都希望孩子 得到更多的关注 那么对于私立学校来说呢 那么学校的资金呢 当然就很大一部分 来自于一个学费 所以学费呢 会相比高一些 以及各项其他资助 那么尔湾这边的 很多的私立学校 都是百年老校 那么其中呢 白人是居多的 而且越大的城市呢 这个读私立学校的比例呢 就越高 那么下面都是一些 有名的私立学校 现在呢 就开始申请了 下一年度的申请 关于这个学校 私立学校的申请 都可以再单讲一期哈 如果感谢你的朋友 也可以联系我 因为我们现在 也在给孩子 申请私立学校 那么说完了 优质的资源之后 我们说第四大原因 就是说尔湾 最有名的之一 它知名的就是 尔湾是全美 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那么最新的数据 我记得上个月吧 FBI 那么把尔湾在连续16年 评为全美10万人口 以上的城市 为最安全的城市 那么尔湾每年呢 1亿美元的市政预算中 有41%都用在了公共安全上 可见尔湾对于这个 安全的这个看重哈 然后我生活在这边之后 感觉越大的一点 就是城市中的照明系统 非常的好 夜晚的话 基本家家 因为有统一的物业管理嘛 每家每户门前 那个灯都是亮的 所以道路都是明亮的 街道都是宽阔的 不会给那种狭窄 还可以阴暗的感觉 生活起来会让人感觉安全出世 包括停车场 都有很好的照明 而且刚才我前面也提过了 尔湾的检查呢 还根据社区的情况 使用了不同的语言 那这边有很多的韩语啊 华人啊 西班牙语啊 他们都提供相应的翻译 然后这大大的解决了语言的障碍 如果说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你不用因为语言的原因 而不敢去进行沟通跟报案 那么我们就说到尔湾这么安全 那么尔湾的这个社区都是怎么样呢 我们还是看这个尔湾的这个安全分布啊 颜色啊最深的 越深的 就是说那地方是相对来说 在尔湾来说就不太安全的 就是西边我们之间 就提到那边有机场 跟一些商务区 总体来说尔湾都是非常浅的颜色 非常的安全 从南到北都是很优质的 那么尔湾也是有一个的犯罪率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跟加弗比之后 我们就可以发现尔湾的犯罪率非常的低 尔湾的这个暴力犯罪只占0.73 那么加弗的平均水平呢 是4.41 那么property crime呢 就是有15%左右 而这个是23 对不起啊 不是15% 是在这个比例里边啊 每一千个居民里边的犯罪率 然后我们继续说 那么除了前面说的几个理由之后 它的第一大理由 就是它的高科技公司云锦 我们没法说它能像 北加那边能硅谷 但是我们可以说的是 它有越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公司 因为尔湾现在经济发展的重点 就是想吸引企业 保留企业 帮助企业发展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理念 所以带来了很多这个公司 在这边不断的建立分布 那么尔湾的现在的这个家庭收入呢 也是可以体现到这一点 尔湾的这个家庭收入的中文数 就超过了9万美元 那么家庭的平均收入呢 也已经超过了11万美元 是全美的最高收入的城市之一 那么尔湾将近前面的收入 有30万的人口里 有8000多个企业聚集一次 其中呢包括了各行各业 主要有设计啊 生物医药啊 还有我们知名的电脑晶片公司啊 著名的暴雪公司的总部啊 就位于尔湾 有很多的公司这些就提供了 给尔湾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就业环境 那就创造了17万多个工作岗内 并且这个数量呢还在不断增加 那因为呢尔湾这个科技产业 制造业第三产业 它共同搭建了一个多元化的产业结构 那么就使尔湾的这个经济 有更高的抗风险能力 那么即使在市场经济波动比较大的时期呢 尔湾也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市场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尔湾的就业都分布在哪些 就像我之前提过的 主要分布在那些专业的高新科技 制造业教育医疗金融 而且这些销售行业是占比很大的 所以导致了尔湾这个收入很高 那么继续要说下去 就是尔湾的第六大 我们选的尔湾第六大比 是非常宜人的气候 那么这已经是非常有名的 整个加州的这个沿海安全气候 非常不错的 那么尔湾是正式四季如春气候宜人 那么夏季呢这个温热肝脏 降润呢主要集中在冬季 基本是没有降雪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往洛杉矶的内部开一下 也是可以享受滑雪的 所以说生活在这边 可以享受一年四季的这个感觉 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最冷的月份呢 基本就是在一月份呢 大家可以看那个温度哈 平均是13度左右 那八月份的平均气温是21度 总体来说呢温度是1 那么也正因如此呢 居住在这里的人呢 会参加各种户外活动 他可以去海边散步 同步出海 一年到头也不会因为说寒冷的天气 没法外出 当然了这个气候呢 如果说有的人非要这个 说讲的话 那就是如果您喜欢非常 气候更迭明显的城市 那尔湾明显不是这样的城市 那么选择尔湾的最后一个地下理由 也是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是一个理想的生活氛围 在这边我们生活之后 我们就感觉这边的自然环境 跟户外活动空间非常的丰富 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 尔湾的268个公园这个数量哈 就在被公共土地信托基金 被评为加州第一 根据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呢 那公园就为了尔湾这个房产增值 做出了20%的贡献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来到这边 都跟我说 客人跟我说 他们太喜欢这边的这个公园配套 那么加州尔湾呢 拥有52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区 那么野生植物 动植物公园 自行车道跟小径 整个就构成了一个综合的自然生态空间 尔湾的居民不可以 不仅仅可以享受到 现代的一个城市化生活 也又可以享受到那种 灰原田居的悠然自在 您开在尔湾的路上 你就可以看到 周围就跟度假的地方是一样的 很高的棕榈树 大片的公园 骑车的人们在那个路上 你可以看到 而且之前我也提到过 10到20分钟就可以到海边 然后这边 第二个这个影响生活氛围呢 就是每一个社区的 幼稚的开堂 这个是在世界上更有名的 它这就是得于它的很好的规划蓝图 那超过80%的这个新区里 都拥有自己的网球场 游泳池 公园 甚至人工湖 而且这边游泳池 大部分都是恒闷泳池 也就是说无论你什么时候去 它都是恒闷的 这是非常好 我们自己家小区里边 我们住在Potona Springs Potona Springs有 不到十来个紫舍区的这个泳池 大家就可以互相使用了 如果您是住在里边 有那个一个扣的话 我只给您查看